下个月中旬起 离婚夫妇间的纠纷将无需通过家事司法把庭 而是可以通过HELP家庭服务中心 选择视频电话进行协商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去年委任四家离婚支援专家机构 让育有年幼孩童的离婚父母 接受强势性育儿辅导 帮助家长了解共同抚养孩子的重要性 以及父母离异可能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过去一年 他们为一千多户家庭提供的支援